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年下,毛主席一路南群,到达了武汉,住了一段时间后,一天,他突然提出要走,下一站是湖南长沙,湖北省的党政军领导人文迅,立即赶去火车站与他告别,毛泽东在火车站与大家握手道别,并且说,到此止步,说话算数,以后再见。 虽然他这么说,大家还是觉得他要走了,不送到站台上不好,坚持去了站台送行,只有武汉军区司令员陈思玉听了毛主席的话当即止步,军区空军政委刘峰等人回来后,对陈思玉说,你不到站台是对的,我们白挨了一顿批。 陈思玉是老红军出身,是跟随毛泽东长征过的老战士,还参加了抗美援朝,新中国成立后,他从朝鲜回来,一直担任大军区副司,令员,司令员,长期的军人生涯,让他养成了一切听从指挥的好习惯。 这次,他没去站台送行,反被毛泽东看在眼中,暗中暂去,不久,发生九一三世界,陈思玉也受到诸联,毛泽东知道后,为他解脱说,陈思玉是好人,好人犯错误,他不是林彪死党,而是活党,由于毛泽东保了他,陈思玉于是继续担任武汉军区司令员,返回搜谷,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